- 啟白布 - 啟白布 - 啟白布 卓妍, 我去撕吧 做得好 寺廟, 寶寶, 走 小時候沒玩過一隻遊戲 叫什麼什麼球拳 是不是真的這隻? 是呀… 先跳一拍吧 好 好, 走 剛才小毛老師猜包戰立輸了 被迫要跟我去看佛教的曹溪志 卓妍很開心拖著嘉齊老師 去到明洞聖堂 和精凍第一教會去參觀 有說佛寺, 像嘉年華會一樣 今天是不是大時大志? 我們現在在首爾市中心的曹溪志 亦是一個很重要的 韓國佛教宗派 代表禪宗的曹溪中 一個很具代表性的建築物 今天適逢是每個月的農曆初一 我們看到後面有一些禪信 他們圍著佛塔, 鑽鑽 在這裡做一個禮佛 還有一個敬拜 其實你看到他們用了很多色彩斑斕 一些燈 燈 其實他們像是佛燈 其實是佛教的五本式 我們看到他們跟我們香港有不同 除了寫名字之外 他們寫了地址 有些還有籍貫 對, 籍貫 而且會寫原因 例如有病患者的名字 例如有苦困的人 我剛才看到一個就是一家剛過世的人 的家人 也會安慰那些親屬 對, 所以你看到佛教 漢傳的佛教跟我們… 經常說心性、佛性 有一點不同的是甚麼 他們都很重視民間的解憂 這個需要的需要 一個叫做拔虎與悲 就是一個慈悲的心 對 希望可以體驗到大眾 不只是純粹 醞釀佛法的本質那麼簡單 沒錯 對 對 三尼丹 高麗朝代時的韓國 就是佛教國 特別是高麗太祖 他非常符順佛法 太祖王健曾經在他的訓要十條 說明 他說寺廟和佛法 都是保佑國家, 國造延綿 在高麗的佛教發展中 有兩個重要的法事儀式 是很重要的 一個是元燈會 一個是百關燈會 這兩個儀式 會在每年的年初和年尾時做 有時會是國王親自主持 原來這裡今天祝福有茶 也是一種佛教的 那種體驗善信的一種心 對 這麼嚴航的天氣 今天零下八度 現在口中之外已經凍到 可能今天聽到會凍到零下十二度 所以對, 晚點會更冷 所以也會有杯熱茶 用了善信在禮佛的同時 能夠可以有口暖茶喝一下 在這裡也為善信準備了暖爐 在這裡可以暖住 我們今天全家在這裡拍得不可以 只圍著這個爐 對… 對, 終於可以真正圍著這個爐 做事了 最舒服的是這個位置 後面有觀音墊 這個觀音的描繪形式 跟我們傳統觀音的畫像 有幾大分別 感覺上有點像聖母馬利亞 我們會看到它拿著羊枝 有甘露在手上 腳踏的蓮花 如果我們再仔細看 在它的臉上 其實是繪畫了蓮花 在臉上的中間 對… 下面也寫明是觀音墊 容若我們知道 其實這是一個供奉觀音的地方 整體畫像的描繪上 真的不像像我們認知的 那麼多仔細的描繪 它用一種很簡筆的方法 將觀音的形象勾立出來 甚至可以說有一點漫畫化 容若我們一眼看到的時候 可能有很多聯想 我覺得這件事也相當有趣 入鄉隨俗 小莫老師, 不如我們一起去個院吧 跟你啊? 小莫老師, 寫了什麼? 關於事的 小莫老師, 珉雅 所以給一個這樣的地方 他放置這個字面 你看這個地段也不簡單 後面有一些商業大廈 真是首爾市的市中心 可以在這裡有一間 真是代表著傳統的韓國 很遠遠流長歷史的宗教信仰建築物 我想可以彰顯曹溪中 作為禪宗大派 在韓國這個國家的地位 韓國的禪宗大盛於高麗時候 大約是十三世紀初 一位很出名的禪師 就是智立禪師 智立禪師可以說是令曹溪中鼎盛 之所以叫曹溪 當然是因為在曹溪山發揚出來 他也傳承了中國傳統禪宗的本義 不立文字,直指本心 也就是說他核心的思想 認為佛聖是自在廣大人民心中 人人皆可以成佛 只要我們潛心向佛 人人都可以走向這個涅槃之道 並不需要靠一些對佛經 有很高深的理解 今天我們來到韓國曹溪中的寺 跟我們中國平時看到的佛寺 有點不同 他們也會用一些水 一支礦泉水 就放在佛像 或者放在一些要祭祀的地方 就不像我們用水果 用很多不同的祭品 香燭去做祈福的工作 拜完佛,凍冰冰 樂儀你打算帶我去哪裡? 不如帶你吃點東西,暖暖身吧 吃什麼?總之不是吃素吧 帶我來這裡幹什麼?這麼多? 玩薄莉莉嗎? 不,你說肚餓嘛 就帶你來市場放題吧 市場放題?就是掃街吧 對 吃豬手好還是吃血腸好呢 吃血腸 是 你們這麼喜歡 終於坐下了 很辛苦 在戰場走出來 找到一間東西 終於舒舒服服地坐下 隨便吃一些 普通的韓國人 日常生活吃東西的食物 燈也很暖 對 你看它 像一個市集一樣 照顧得挺周到 是的 冷冰冰的,也坐得挺舒服 例如香港吃到的韓國食物 其實廣州市場傳出去的 傳出去… 對,你記得這裡是個起源 對 剛才我們看到豬手、蠟養腸 我只看到整塊芋子 大大塊的放在桌上 對 香蕉 放在這裡 好,就是這麼多人 你覺得豬手、蟋養腸 你也知道 不說 我們是他 你也沒有 但他很喜歡 他愛一個男人 話說回來,為什麼這裡叫廣壯市場? 其實最初在黃橋、長橋、青溪村 近景福宮一大的一個地方市場 但後來因為那個地方很不方便 而且很容易水浸 於是他們就改去東大門這一邊 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就開始搬到這裡 1960年代就開始變成這裡的市場 但是其實中文本身叫長橋 但後來為什麼改了它叫壯橋? 因為長和壯在韓文是一樣的 到發音? 對,但是漢字的意思… 就不同了 廣場…廣場就沒有意思 但是廣壯…可以說廣大地 很包羅萬有地收藏不同的東西 合適吧 難怪了,果然又廣又壯 不如去買一件外套吧 家齊,不知道我今早樂廣和小牧 去拜佛拜成怎樣呢? 我們就來到明洞藥小山友上 去看看韓國最早的歌德式教堂 這裡是明洞聖堂的地下小教堂 裡面是高解室 這裡面碰了很多聖人的遺骨 聖人是什麼呢?就是在朝鮮時代 為了天主教犧牲的很多朝鮮信徒 裡面的氣氛特別莊嚴神聖 很容易令人有悔罪的感覺 我要告解,是我不對的 昨晚我把兩個用剩的暖包 放在樂園的後褲袋上 搞到他睡覺時火燒口瀾,是我不對的 我要認錯,今天我… 我到底不會受到懲罰 別妨礙我告解,告解室在那邊 是嗎? 我們來到天主教的教堂 也是想認識韓國的基督宗教的傳播 其實是怎樣的事 說到基督宗教在韓國的傳播之前 我們也要說說東亞的基督宗教的傳播 其實是怎樣的事 其實主要先說天主教 天主教在東亞這幾個國家 日本、韓國和中國 主要都是外國的傳教士來傳教 但在韓國這裡有一個特點 它的特點是他們主動去找天主教的信仰 為何會主動去追求 其實都有很多原因 但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可能就是韓國人會認定 天主教裡面的一個平等的思想 這個不僅是天主教 基督宗教的平等思想 是對於他們的階級社會 是一個很重要的啟發 是不是人與人之間要有上下之分 這是瑜伽的秩序 所以這裡的天主教傳入之後 其實就受到朝鮮皇朝 一個在儒家信仰上 很有堅持的一個統治的政權 很大的鎮壓 無論怎樣說也好 基督宗教在東亞傳播 都跟東亞既定的儒家倫理秩序 是一個衝擊 我們可以虛榮感的理解 我們現在身處的教堂 在1892年年紀 1898年起好的時候 其實韓國的傳境 已經淪於日本戰勝後的影響之下 是一個西方的基督宗教 在香港的傳播 好像帶有一個 所謂西方外國人殖民地的影子 它是一個高在上的影子 但是在韓國的處境很不同 它更多像是一個…真是一個救贖 韓國人自己都會選擇這個 作為一個避難的場所 所以我們在韓國歷史中 無數次的變幻或戰戀的時候 很多人都是選擇逃去教堂那邊 所以對韓國人來說 可能信耶穌就是因為我們不屈服 大家看到我們身後樂役不絕的人群 其實只是今天眾多場 尼殺的其中一場 其實今時今日的韓國 信奉基督宗教的人 已經超過人口的一半 在天主教引入的最早期 一批來自韓國南部 所謂男人的學者 他們信奉所謂實學 雖然都是儒家的 但是他們就要想一下 如何可以改善百姓的生活 如何可以做到這個國家的強大 其中有些代表的學者 最出名的位置就叫丁若蓉 丁若蓉是一個天主教的信徒 很投入 他亦融合了儒家思想 寫了很多重要的著作 其中比較重要的一部 就叫做牧民心書 就是教官員如何可以 有基督教的信仰 亦有儒家的原則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好好統治百姓 這可以說是儒學和基督教 東西兩個最重要的道德 就是很重要的一個融合 韓國人他們為何能夠 能夠接受到基督的信仰 可能就是因為韓國很多的學者 他們認為韓國文化裡面 一些不足的地方 一些空虛的地方 基督教可以補充到 但我們對基督宗教一面的理解 還沒結束 我們可以去其他地方 去看基督宗教的另一個面貌 好嗎? 好, 去那邊 這裡就是精凍第一教會 是韓國第一座基督新教的教堂 韓國的新教教會是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他們很多都是來自美國的 在美國不同的宗派 他們在19世紀末期 在19世紀末期封庸地來到韓國傳教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衛斯理宗 現在在香港是循道衛理宗 我們看到在一間教堂隔壁 有社會服務的中心 因為循道衛理宗 或者是新教很多的教會 他們除了要救人的靈魂之外 也是說救他們的身體和需要 他也是穿朝鮮官服的 朝鮮時代後期的新教循教士 很受歡迎 因為他們是辦醫院 辦醫院真的在醫療上 幫助他們貴族的需要 最有效的循教方式 最切合東方不同的老百姓的需要 就是醫療和教育 所以新教教會在韓國的地方 他們來的時候是創辦了很多學校 而他們的成功 譬如在韓國這個地方 我們知道很多著名的大學 譬如延世大學 梨花女子大學 他們都是由教會去開辦 而他們的影響力 直到今天都仍然維持下去 我們說除了80年到末期 到90年代開始 韓國有一波波的社會運動 和改革的浪潮 我們經常在新聞上看到 扔汽油彈很多學生的示威 就是剛才加齊所說的 延世大學也是當中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換句話說 基督教的抗議和革身精神 到了當代的確影響韓國的社會 也代表著基督宗教 和韓國的遠道化過程 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加齊, 教堂我們走遠了 不如我們去玩吧 去玩? 我們去尋寶吧 我們去東大門的二手市場 看看有沒有書可以收拾 好, 就你走, 我們一起去尋寶吧 來到韓文書為主的這條書街 可以做什麼呢? 一般我們去看這些外文書的時候 我會看幾樣東西 第一類就是畫冊 因為很多圖畫的東西 譬如那個地方的藝術品、畫 可以不用文字, 都可以看得到 第二, 我會看的是地圖 因為圖多至少 看地圖, 買得最方便 第三, 就是看這類 可以看到各地實際有趣的文化情況 給你看看這堆書 你看到這裡是一些中文的故事書 看上去有蔡君譚、西雪新語的西遊記 看上去是平平無奇的 不過打開來 你會發現其實是蔡子中的 西雪新語的版本 這是我們很多中小學時會使用的一本 這是曹席的七步城詩的故事 這是一步步走過去 就可以主導研究機, 鬥在虎中泳 不過究竟有沒有版權呢? 我真的不知道 雖然韓文不太通 但是這裡有很多漢字的書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很多跟中國文化對話的內容 我們看到這本 就像香港的歷法書、黃曆 這本更好玩 這本是丁若庸的木文心書 它是朝鮮很偉大的哲學家 融匯了中西文化 裡面很多的教導理都是用漢文寫成的 我們其實也看得懂 對我們也有啟致 謝謝 歷史學其實就是要把真相找出來 透過研究過去 可能是爬梳、考證很多的資料 讓我們更加找到事實的真相 當然絕對的真相是找不到的 有時我們有很多不同對過去的解釋 這些不同的解釋 也是累積而來 我們對過去有很多很複雜的 很不同的見解 我希望透過我們多點跟普羅大眾對話 讓普羅大眾知道 究竟做專業的歷史研究 歷史學者的工作是怎麼回事 讓他們更加明白歷史的情況 也更加尊重歷史學的學問 今晚我們的題目是東國取西經 因為東國所指的是非常清楚 就是我們身處的韓國 而西經比較微妙 起碼有兩本 一本就是佛經 另一本就是聖經 不過其實這兩種那麼重要的 宗教以外 韓國有不懂的宗教表現 看來是本地信仰 但實際上都是從中國或者東北傳入來的 其中一個就是東北的宗教 類似這種從中國傳入來的民間信仰 其實在韓國某一個程度上 都很影響著人群 不過主流的宗教在這裡存在的同時 這些民間宗教 都會有它的影響力 某一個程度 現實生活的不安 他們需要去解決這些不安的情緒 而可能去投靠這些他們認為可以得到依賴的信仰 諾言說了一件很重要的就是宗教對於一個國家的影響 或者是一個宗教是一個民族之間的功能 但我們可能拆開兩層來看 就是統治階層體宗教 和聲斗市民平民百姓體宗教是兩回事 譬如以高麗王朝作例子 高麗大家都知道是一個佛教大國 太祖王健基本上是篤信佛法的 而事實上高麗四八七十五年的歷史裡面 都有很多皇室成員是出家 甚至乎他們有皇室 直接屬於皇室的寺廟 我們看到其實他們是用佛教作為一種統治工具 當然他們有儒家 但就有一個實的的管治 但在一個形異上的精神信仰上 他們是以佛教為主 但佛法對於平民百姓來說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最主要的功能都是仍然是用來祈福的 譬如舉個例 在一個高麗的後期面對蒙古的大軍鴨境 六次的男侵的情況下 根本高麗就沒有能力去抵抗 他們唯一可以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在皇室和寺院的支持下 大量地雕刻這個百萬大狀徑 也就是今天進入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很重要的一件事 也是韓國很自許在他們歷史上 最重要的一個雕板活字印刷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技術 和一個文化產物 那一尾的縱經或者祈福 其實當然除了是為了國家能夠避開災難之外 其實也是希望平民百姓能夠得到一個安慰 雖然我們政府已經沒有能力保護你了 但我們至少還有神明可以保護我們 直到今天我們仍然看到 例如在曹溪中的代表的最重要的建築物 曹溪寺是首爾的 我們可以看到民眾仍然會去貢米 去祈福 他們會將他們的心願寫了 然後勾在那些難歌上 病的人或者避忘人的心靈都會寫在那裡 對他們來說 我想宗教是一種很重要的安慰功能 正如諾言所說 如果這種宗教不行 我就掃諸於另一種宗教 我們今天還會看到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去到一些天主教的教堂 是讓我們看到方興美艾 好像西方一樣的一些天主教的建築 和基督教的建築 但是令我感覺很深刻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今天找到一個人物 就是丁若隆的《穆民森書》 你看下去的時候 好像在看一些儒家的經典 教你如何去做好官 教你如何去管理那個盈獄 但是它背後其實是 有一個天主教的理念 和信仰在當中 基督宗教引入朝鮮這個地方 他們當初就是為了 使得可能一個積若不振的 或者是國家風雨飄搖的處境 可以得到改善 但是最終引入了之後 根本就改變了他們百姓的心靈 追求平等自由 追求可能是社會的改變 直到今天影響仍然沒有停 基督宗教和儒學 及二為一如美的貢品 謝謝 查山先生的大作定必拜讀 我們說宗教當然有很多功能 例如早期佛教中的天台宗 或者在韓國和日本 其實都跟統治階層很深刻 因為他們做了一些大量的 漂亮的法將 抄經 墾鄉拜佛 令到群眾可以仰望心靈 就是仰望高處 這種是常見的 後來比如禪宗 亦都跟知識分子的階層 是緊密的結合 當然跟朝鮮的兩班 種種的部份 是可以緊密的連繫 再要說的是甚麼呢 即是基督宗教裏面 亦都有輕辦實學的功能 即是無論是辦醫院 辦學校 種種不同的部份 亦都推動很多 即是實質上 我們日常生活的人的進步有關的東西 這些很容易得到民心 他們去韓國的教堂看的時候 韓國的教堂是相當之興旺的 由早到晚可能有六七場 七八場的黎薩 每一場都有很多人來看 給我感覺就像在香港 人們去看寺廟一樣 所以你會感覺到 那個宗教的力量 依然在這裡是相當之強大 背後再給些甚麼呢 就是宗教 無論是由下而上的人民的心靈 或是由上而下的管治 都是適及相關的 下一集會和大家 去另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宗廟 和成君本大學 還會找那裡的教授 跟我們討論 儒家文化在今日韓國的蹤影 還會和大家去並跳 作詞・作曲 李宗盛